情欲里头 生命是永恒的 生命不是短暂的 是永恒的 我们的生命很短暂 我们的精神长存 在佛家讲 我们有发生 慧命 那是永恒的 所以无量进来 生死轮回 迷失了本性 于是 盲目无知的 执着这个生是自己 贪图五欲六成的享受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才造成 这一生当中 世事不如意 造成这一生当中 许许多多的苦难 我们要想 去及避击避凶 首先 就要知道 改过 改过 廖凯文化 廖凯文化 把他自己的经验 在这个地方详细 为我们说出来 特别提醒 特别提醒我们 只要一口气还在 只要肯改 再大的过时 都能够消除 借着他说 但是 尘是无常 尘是凡间 不但 我们这个 生命无常 过途 也是无常 佛在 八大人觉经 一开端 就告诉我们 世间无常 过途 为罪 这两句话 是真实的警告 世间无常 刹那刹那 在变化 我们这个身体 很容易失掉 人生 难得而易失 一口气不来 这一身的生命 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 你想改 也没有办法 说 余改 无有意 明则千百年 担负 卧名 虽孝子 慈孙 不能 喜提 那么这就 世俗 而论